周二 往日热闹非凡的曼哈顿唐人街人烟稀少 上午的一场雨更让街道显得冷清 一些餐馆 零售店大门紧闭 在纽约拥有十多家分店的飞达西饼店的员工介绍说 今天是他们店最后一天开门 明天就关门 剩下20%人了 现在今天的80%人 几乎都没了 一位孟加拉义的纪念品店店主 在开门营业了几个小时后 还是选择关门 一些大型超市仍然营业 但里面的顾客零零星星 老板说 在危急时刻 开门营业 也是履行一种社会责任 你看 现在零零星星 就是从上一个月开始 我们大概都要亏到20万左右吧 对公司来说是 差不多转不动了 很老实说 香店 好像我们的食品香店 在这个疫情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起一定的作用 因为他们要吃的话 他们当然要来 设在室外的水果摊位的境遇也没有好太多 老板说 因为街上的行人减少 他们的生意也是在勉强维持 维持下去又不亏 又不这样 没什么 开支大嘛 很多店家表示 目前在企业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们急需政府的援助和支持 我们建议首先把地税 就是说香店的地税 服务行业的地税都把它暂时免了 就让我们多一点资金支撑下去 不过 与店家的绝望心情相比 普通的民众目前还没有感受到 疫情对生活太大的冲击 我们已经预计了这个旅程 所以我们就决定来进去 我们没有害怕的疫苗 所以我们可以 我觉得它是不少分析 我觉得它会更加热 比它要更加热 我觉得生活也没什么影响 那些超市那些东西都有得卖 因为没有生同感受 所以就没有那种恐怖那种感觉 我刚从地铁出来的时候 我属于下那个车伤 14个人坐地铁 只有我一个人戴口罩的 曼哈顿的唐人街 是纽约最早的唐人街 熙熙攘攘的人群 是平日司空见惯的场景 往日的热闹何时会重现 人们不得而知 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 冷清的景象还会持续下去 新唐人记者金石唐城纽约报道